第二章 铁蛋 这个故事的题目是铁蛋 导真是由蛋开始的 查死海 蛋 这一个字的解释十分简单 鸟类合规 蛇类的卵 这是进行书不如无书的典型例子 像这样著名的工具书 都会有这样的措施 加随受 产的卵 不能叫蛋吗 它既非鸟类 也不是蛇 龟类 广大鱼类所产的卵 结构何但无异 只不过具体而为 也可以称为蛋 也不是鸟 龟 蛇类 还有昆虫的卵呢 蛋字是从重复的 真要详细体 但下一个定义 相当复杂 把这个工作交给科学家去做 和小说家无关 我只关系我的故事 事情从放学之后 大眼神鬼头鬼脑 把我约到蜡烛大桑树下开始 大眼神在学校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 他的外形 绝不敢恭维 头小身长 转手软脚 有点扮男扮女 他入学之初 曾被大快带了一般人 变名正深 这才承认他是男性 可是他的小头上 却有一对极大的眼睛 而且目的极佳 那是天生的本领 在普通人都不能食物的黑暗环境下 他能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他的瞄准能力也极高 虽然不至于白不穿扬 但又自制的弓箭 十步距离 射中柳枝 绝不会失手 他自己的压叉弹弓 更是前程青少年的宝贝 弹力强 卖勇 而且设起目标来 也似乎特别准 再加上他说的泥蚊子 又人又赢 弹中了人的头部 其痛无比 他曾按中统成对他无理 以学横行的大快 令大快当众求饶 所以在同学中 大眼神算是一条好汉 到了那株大方树之下 他抬起头 一手就饿 问我 看到没有 我苦笑 看什么 这棵大桑树 是城中的一井 所有四五层楼高 枝叶繁茂之巨 可结的桑树 又大又甜 也不知是来年 哪日留下的种 怕已有好几百年了 这时正当初下 还不是结桑树的时候 抬头向上看去 就是密层的枝叶 大眼神吞了一口口水 可见他心中的紧张 他宣布 树枭最高处 有一个洗雀窝 我明白了 你自己爬不上去 叫我替你去拿洗雀蛋 是不是 大眼神用力点头 有点牛宁 我要洗雀蛋 也是为了送人 我拿一百颗泥满 一只早目的蛋公换 两只就够 他这种神情 一看而知 他得了洗雀蛋 需要来送女孩子的 我也不说穿他 当下几掌为事 一年为病 明天上午 雾目交换 几借助潮 往往在树枭最高处 不是有超特的盘树功夫 难以到达 而盘树 那是出色的男孩子必备的条件之一 我 为死里 敢称在虔诚的三明之内 真要骄傲些 说是第一 也无不可 那时 我即时未曾看到洗雀窝 只是凭大眼神顺手一指 记住了方妹 大眼神眼力如神 他说有 那绝不会错 我对他有信心 拿洗雀蛋 十分讲究技巧 要在天才亮的时候爬上树 来窝边盯住 那时 一词英雄 也确夫妻全在窝中 站在他们的身下 要是贸然动手 几确会自行把蛋回去 不落入敌人之手 必须等曙光一现 行的先飞出去觅食 很快就追保了飞回来 替换瓷的出去 就在一只飞回一只里 一举的电光火时间 只有一两秒钟 血窝中只有蛋 没有鸟 这才可以掩命手快 决蛋在手 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 那只有明日晴早了 这窍门 我自六岁期已经懂了 而天美亮就来到桑树下 对我来说 也不成问题 原因下面会说 所以一切经过顺利之急 在天色江明未明时 处身于一株大树之上 呼吸道的空气 由于树身会发出氧气 所以特别轻心疑人 我其身于一根横之 似伏在那喜鹊窝之旁 距离恰好是片身一身手可及 等到东方见现于杜白 熊喜鹊先是一声鸣叫 拖住长长的尾巴 趁去飞起 我就开始紧张 不一会 熊却明教助飞回来 此却也明教主迎上去 雀窝之中 独有七八枚却站在 我去这时机 出手如风 想去窝之中探去 眼看守到哪来 再无疑问 等于就在那一沙间 我顶后的依令上 突然传来了一股向后拉的大力 心地良心 这股力道 其实并不太大 可是在 我却无提防的情形之下 突然传来了这股力道 我心中的痴惊 难以形容 身子在树枝上 已停不住 一个腰晃 向下跌去 总算伸手极好 跌下三四尺 双手又一起抓住了一根树枝 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 做了许多设想 那是什么力量 答案立刻就有 可不是我想出来的 而是在我的头上 蒙密的枝叶之中 忽然冒出来了一张笑声声 齐凡如意的脸庞来 一看清了这张脸 我的惊讶 比刚才更顺 树香香 树香香在草树上 刚才用力拉我一领的一定就是他了 他在树上干什么吗 难道也是为了要洗剧弹 刚才几乎吓得直跌下来 小命不保 这时我已完全镇定了下来 芒生首相却朝指了一指 树香香却摇足头 自三叶之中伸出手 脚下面指了一指 我张呆了一笑 我不必转过头去看他所指之处 就可以知道他指的是我的同学 好朋友铁蛋的家 铁蛋的家 刹那之间我又感到了一阵京剧 比刚才更甚 我已经知道树香香是铁血除天团的成员 而且他还负责执行行动 亦有许多次成功的经验 自我知道之后 我好几次想象他判明进一步的行刑 但是他决头五题 叫我无法发问 他身首指铁蛋的家 那说明他在树上的目的 是在监视 难道铁蛋家中有什么人 是铁血除天团要对付的对象 事情和我的好朋友腿带有关 而除天团的行动 又毫不留情 这如何叫我不吃惊 我失声叫了起来 不 才叫了一声 铁香香的手 咽咽下我口上眼来 给他的绵绵的小手掩住了口 我心头咚咚乱跳 一阵云线 哪里还出得了声 只好和他顺目对望 一秒钟像是一月 又最好这一秒钟可变成一年 铁蛋家里 只有铁蛋和他叔叔两个人 铁叔叔是不是真的新铁 也难以查考 而他是城中最好的铁匠 却没有疑问 因为他是城中唯一的铁匠 铁匠是民间必须的工匠 许多生产用的 生活用的工具都靠铁匠供应 若在一个县城之中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铁匠呢 说起来有一段十分伤心悲惨的事 就像黎明之前的天色最黑暗 战争将结束的时候 敌人也最疯狂 那一天晚上 一个日军骑兵大队冲进了县城 把城中17家铁匠铺中的铁匠 学徒 家属 以及所有生产工具集中起来 人员带物 踩满了7辆大卡车 驶出城去 有三个壮年铁匠 不甘被捕 被日军用马刀砍了 各身手一处 卸线街头 这批连队压离了县城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也不知道日军入了那么多铁匠 去世干什么 那个日军骑兵大队 大约在半年之后 中俄脉服 几乎全军覆灭 一直到战争结束之后 才在距离县城100多米的一个山脉下 发现了许多海国这种在战争中惨遭屠杀 胡乱堆埋在一起的乱葬场 统称万人种 一直到现在 还不断在战争层肆虐的地方发现 感谢战争的可怕 经过辨认 见雷这批海骨 就是当日被押走的那批铁匠和家属 推测日军强迫他们进行了一宗秘密任务 变务完成之后 就杀他们灭口 遭受这样的大劫之后 建成之中 在里面有铁匠 直到铁叔叔 铁蛋两叔只来到 才成为城中独一无二的铁匠 受到欢迎 住进了原来最大的一家铁匠铺 开始营业 铁蛋也进了学校 铁蛋的年龄比我略大 多半是由于从小失学之骨 程度很低 他班之后 功课很趋利 但是他极勤奋好学 很快就和我成了好朋友 他书本上的知识虽然差 可是生活经验 丰富无比 健人甚广 人也好爽 大家一起说起志愿来 他总是挺住胸 把自己宽阔的胸膛 拍打得三小 我要做将军 做一个威名赫赫的将军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 也真的打有将军 至少是军人的记载 所以当我知道 柱香香竟然在大桑树上 天使柱铁匠腹时 我自然大为着急 急到了口唇发干 就伸出舌头来 想去舔一舔口唇 这又忘了柱香香正身手 捂住了我的口 这一下 正舔在他柔软的掌心上 他抖然震动了一下 说回手去 我也不知如何是好 不但口唇更干 连喉咙也发起烧来 想解释一下 可是不知如何开口 将了好一会 天色已大明了 朝霞透过树叶 印在柱香香的脸上 点出了一个 做粉红色的小圆点 美丽之许 我看他并没有怨怒之意 也就大助胆 此惊助他看 柱香香忽然哀了一声 又白等了一晚 不过总是这几晚了 我吃了已经 你每晚在树上等 为什么 柱香香侧柱头 带助挑战的神情 你想知道 今晚就来陪我等 他说住 伸手抿铁地爬下去 一下子就到了地上 伸手立了李头发 轻快地走了 这一天 我和他在学校中 自然有许多店面的机会 可是他再也不和我说话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总觉得铁蛋的行动 审判也有点古怪 大眼神由于没得到喜鹊蛋 也闷闷不乐 总之这一天 有说不出都不自在 而我实在也很难决定 能陪助 柱香香在大桑树上过一夜 自然是赏心乐趣 真是千情万怨 可是却有为难之处 我在日后 记述自己许多古怪的经历时 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曾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 这种严格的训练 在我九岁那年正式开始 每当午夜 师父就会准时来到 进行训练 所以 叫我天位量去韬铁蛋 十分容易 根本不必再睡 可是一整夜陪住住香香 午夜师父来到 又找不到我了 无数的训练过程十分严格 却一天会受到 蛇没样的处罚 我连想都不敢想 可是当太阳下山之后 我就有了决定 随便是蛇没样的格罚 总部于智人头落地八 天才黑 我就来到了大树下 站在左部右盘 从树上落下一团树也 打在我的头上 我是展本领 搜搜地上了树 住香香一稳稳坐在一根横枝之上 我装住十分自然 靠它很近 也坐了下来 事实上 紧它的那半边身子 有点发僵 住香香也不说话 身手向下指了只知道在下树 我们真的没有说过话 只是身子越靠越近 到了先来间的程度 时间飞快地过去 过了午夜不久 看到两个人急促地走来 来到铁匠铺前 还没有敲门 门就打开 看则分明 开门的正是铁带 等着两个人进去 住香香一拉我的手 我们迅速无比递下了树 照到了屋后的窗子下 听到一个人在压住声问 你这是唯一的生还者 回答的是铁叔叔 是 你看我这道马高的高痕 我浮在死人对你装死 这才跑出生间的 那个人在问 但你知道那区财宝收藏的铁帘了 铁叔叔道 知道也没有用 你是个铁匠花了大半年组成的锁 千古无比 多少炸药也炸不开 就算炸开了 财宝也化为灰烬 有那两把大钥匙 那一个人哥哥 三叫 你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骑兵大队的两个幸存者 在战死的大队长身上 找到了那两瓶钥匙 当日你们在山里进行任务 我们在外围戒备 所以才不知藏宝地点 铁叔叔激了起来 你们看看清楚 我是谁 从窗中透出来的油灯光 亮了一亮 有两个人听呼 紧接着 是两下惊心动魄的骨折声 我和祝香相互忘了一眼 一起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锦子 表示一听就听出 那是顶骨折断的声音 有人下众手 打死了那两个漏望的日本骑兵 也就在这时 窗子忽然打开 铁蛋探头出来 沉伤道 你们进来 原来人家早知道 我们躲在窗外偷听 祝香相一拉我的手 从窗口中跳了进去 恰好看到铁叔叔在两个此人的身上 各搜出了一柄七八寸长的钥匙来 铁蛋神情严肃 日军法阶掠了十个线份的台宝 藏进了深山 主体降机造了坚固无比的锁 没有钥匙打不开 骑兵大队一间之后 只有两个兵漏网 就搜不出钥匙来 所以肯定是这两个漏网人带走了 过了那么久 就不见他们开启宝藏 这才伪装我们是唯一的生还者 引他们来上钩 我阿弟一生 藏宝归你们了 朱湘湘也提升到 为什麽要归你们所有 铁蛋已持铁叔叔 他就是殲灭日军骑兵大队的指挥官 我是他的传令兵 日军参谋长伤众临死之际 把藏宝地点告诉了我们 我和朱湘湘肃然起敬 铁蛋和我们握手 到分手时 他重申 我要做将军 做威名和和的将军 做干年后 铁蛋真的成为威名和和的将军 一群少年人在一起 将来谁会成为什麽 全然不可测 但他们也必然会成为什麽 这就是人生 对了 祝江湘湘怎么知道会有这一切发生 而在树上等候的 我好几次想问他 可是这个美丽的女孩子 对保守秘密十分有办法 我问不出来 也不能严谨拷打 是不是 还有那一夜 师父没有找到我 我受了什麽样的惩罚 哎 别提了 总之 女人是祸水就是 可是 我一点也不后悔 一点也不